丁丁炒面是一道新疆家常主食 和它的名字一样 面和菜都是丁丁 中筋面粉600克 加入盐2克 水350毫升 搅拌成絮状厚 用手按压面团 揉成面团后盖上盖 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面团变软 咱们继续揉面 到面团表面光滑有弹性 盖上盖常温饧化20分钟 20分钟后面团移到案板上 继续揉面2分钟 面团揉圆揉光后 盖上盖松弛20分钟 现在咱们开始准备点配料 各种蔬菜都切成丁 拌冷冻的羊肉比较容易操作 把羊肉也切成大约1厘米的小丁 20分钟以后面团松弛好了 把面团压扁 上面倒点油 案板上也抹上油 这时候我们把面团均匀擀薄 厚度大约是5-6毫米 面团均匀擀薄后 盖上保鲜膜 松弛30分钟 30分钟后 用刀把面团切成8毫米的长条 长面条放在案板上搓圆 均匀拉长到4倍长度 粗细和筷子差不多 面条拉好以后 表面再烹一层油 刷匀 然后用刀把面条切成5毫米长的小面丁 这时候我们来烧一锅开水 水烧开后下面丁要快速搅拌 保持大火煮面 快速搅拌 防止面丁粘粘 大火煮三四分钟就煮好了 把面捞出过凉水 面丁滤干水后 晾匀再用 咱们先准备一个炒锅 热锅凉油 大火把油烧热 油烧热后倒入羊肉丁翻炒 把羊肉炒出香味 外表微微焦黄 放花椒粉 盐 老抽 再放入葱 姜 蒜 辣椒 洋葱粒 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西红柿继续翻炒 依次放入蒜苔 白菜 把面放入锅中 加入番茄酱 生抽 翻炒均匀 炒均匀后 加一点刚刚煮面的面汤 放入青红椒 继续翻炒 最后来一点蒜末和醋 就可以出锅了 炒均匀 炒 I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